不少人买不到口罩 但是新北市新装有一家药局被踢爆 一盒口罩净价300 卖350元 业者还是整合整合的卖 疑似有囤货嫌疑 加上不是医疗用的口罩 却没有标示清楚 遭到卫生局和消保官联合击查 也不排除要开罚 但是药局负责人出面喊冤 他说一切都是误会 订购的一般用口罩并非在政府控管范围 所以才会整合出售 但许多的民众知道买贵了 都气得跑到药局退货 民众一早来退货 当初好不容易买到口罩 却发现原来药局贩售的 不是医疗用口罩 也有人花了好几个小时排队登记 拿到口罩后根本搞不清楚 原来自己买的只是一般口罩 我两百里买了 还电机后那盐卡来买 他就把它用 我看里面有三盐 中纪盐是那盐是可以抗菌 药局电话响不停 进进出出也一堆人 通通是为了口罩而来 新美市新庄区这家药局就被踢爆 商品标示不识 业者还疑似有哄台价格和囤货20箱的嫌疑 联合机查小组要进一步认定是否开罚 仔细看口罩外盒都没有中文标示 业者整合贩售也让民众觉得奇怪 一堆人买不到口罩 药局哪来这么多货 但负责人出面澄清自己卖的口罩 本来就不是医疗用材 针对疑虑部分目前配合卫生局调查 暂停贩售 不过坚持否认有哄台价格和囤货 民众强买口罩但也必须睁大眼睛问清楚 药局也强调邮带总比没戴好 但如果民众买到一般口罩 想退货也会全额退费 只希望尽快平息这场口罩风波